中毒风波延烧至今 目前已经酿成凉死 不过我们要怎么样 才可以远离可怕的米酵菌酸呢 医师也提醒 只要食材的保存 可以做好分装冰存 像是米制品 不要先煮熟放粮 再加工出菜 就能够预防米酵菌酸 而处理干货泡发之前 应该要先冲洗过 像是加入醋或者是柠檬水 就可以抑制米酵菌酸的滋生 保龄中毒闹得人心惶惶 可怕米酵菌酸豆滴怎么防 医师指出原来食材应该这样装 为了料理方便 除了冰存食 常会将类似食材混装在一起 厨师更为了节省出菜时间 会先把大量板条米粉煮熟放粮 等到顾客点餐时 再抓来下锅加料现炒 这样的SOP完全错误 因为米酵菌酸早已大量滋生 建议还是先吃先做 即便高温处理 米酵菌酸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截掉的 如何防范恐怖米酵菌酸 家庭主妇较常犯的错误 就是锅里没吃完的饭 等放凉了才进冰箱 其实应该趁热 温度大约65度左右 就可以放入保鲜盒 盛装封好 放入冰箱冷冻 要吃时再遵守即可 至于干货要泡发 以往作业更是大错特错 像是泡发木耳 泡之前先用清水冲洗一次 泡的水更是要每四小时换一次 最好再加上这两样 促获柠檬水 让水呈现酸性 就可以抑制米酵菌酸滋生 干货很可能要曝散 那在空气中 可能就有一些灰尘细菌 所以你先冲洗一下 那一定放在冰箱里面去泡 这样会比较安全 由于米酵菌酸就要在摄氏 二十二到三十三度 一级酸减值中性的环境中 迅速增值 所以民众保存食物 只要多加留意环境及温度 就可以避免拔毒吃下毒 记者李清英国卫生 台北采访报道